小儿子,我们家没有这种坏女人,给我狠狠地打,有事我负责。 亲家母,不好了,你赶紧带二十万来医院救你女儿吧,要不然你女儿可能就要没了。 我女儿到底怎么了?你赶快告诉我,她无缘无故怎么就进医院了。 亲家母啊,你女儿下楼去拿快递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,头部受伤很严重,左腿已经骨折,我可告诉你,我们身上可没有钱给她做手术,你如果再不拿钱过来,我们就把她丢在医院不管了。 小丽的父母听到女儿伤情这么严重,连夜带起来医院,看到女儿满身是伤,顿时心疼不已。 女儿啊,你这好端端的怎么下楼拿个快递就摔成这样了,怎么这么不小心啊? 妈,你别听我婆婆胡说八道,我的伤不是摔的,是我婆婆让小叔子拿东西打的,要不然我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呢?我现在全身都痛。 你说什么?太可恶了,你这个小叔子下手怎么如此狠毒,她这是想要害死你不成。 让我看到她,看我怎么收拾她,还有你那个婆婆也是,居然替她隐瞒事实,看来你小叔子变坏都是你婆婆给灌出来的。 还有让我更不能接受的,由于小叔子好吃懒做,不务正业,已经被弟媳赶出来了,弟媳也是受够了这种生活,现在准备起诉离婚呢。 但是我婆婆特别疼爱小叔子,不忍心让她一个人流落街头,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,就直接领来我家住了,我还以为她会改过自新呢。 但是我真没想到,她整天掉了锒铛,跟个三岁小孩一样长不大,每天除了夜不归宿之后还抽烟喝酒,只要睡醒了就是躺沙发玩手机,像个大爷一样。 而且,她总是看我不顺眼,在家里就指使我给她端茶倒水,每天一日三餐伺候她,如果我做的饭菜不合她胃口,她就会把桌子掀翻,然后直接对我拳打脚踢。 这样的日子,我也真是受够了。 真是气死我了,你这个小叔子做得太过分了,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 可是家里不是还有牛仔和你婆婆吗?他们怎么不站出来来阻拦一下呀? 就算我婆婆看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会上前制止的,不管她小儿子做什么,她都觉得做得对。 所以每次她就站在旁边添油加醋,让她小儿子狠狠揍我,或者把门反锁,窗户关紧,然后把拉上窗帘,再把电视的声音开最大,以防被邻里邻居听到。 还有牛仔,她每天早出晚归的工作,只要她在家的时候,婆婆就和小叔子开始演戏给她看,她根本就不知道我被打的这些事。 太过分了,他们一家简直不是人。 女儿啊,你怎么这么傻呢? 发生这种事情,你为什么不跟爸妈说呀? 为什么所有的委屈都自己默默承受呢? 要知道,爸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 爸妈,每天我都在煎熬中,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逃离这里,可是他们母子俩就像打鸡血一样,每天轮流盯着我,防止我和你们告状求助。 如果不是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,我依然还是还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呢。 此时,门外偷听的婆婆和小叔子怒气冲天闯了进来。 儿媳妇,你快给我闭嘴,别以为你爸妈在这里就可以胡说八道地诬陷我们。 我每天对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,什么都不舍得让你干,我还会低头害腰给你做吃的,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你说的那些事情。 你想在这里诽谤我们门都没有。 老太婆,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,本事大着呢。 今天我爸妈在我身边,我是不会怕你的。 今天我头破骨折都是小叔子干的好事,因为他自己好吃懒做不挣钱,外面还欠别人太多钱,人家找上门来了。 他就让我拿二十万块钱给他还钱,我当时就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,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钱,更没有义务帮你还钱。 他当时马上就暴跳如雷,对着我一顿臭骂,然后恶狠狠地把我推倒,直接撞到柜子。 就这样了,还要踢我挤脚,所以才导致我伤得这么重的。 我看你这个小叔子就是疯了,简直是无耻至极,居然敢这样对待我女儿。 今天我要不好好收拾他一顿,我们就枉为父母。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,我绝对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。 亲家母亲加工,你们先冷静一下,不要听你女儿的胡说八道。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,事情是这样的,是我儿子和他嫂子借二十万块钱还债,但是你女儿死活就是不同意,竟然还骂我儿子是啃老族。 所以我小儿子只是生气地笑唬他一下,谁知道你女儿这么弱不经风。 竟然滑倒在地,反正这件事跟我小儿子没有关系,你们不要随便诬赖好人。 婆婆,你想编谎言能不能有点水平? 如果不是小叔子从背后推我,甚至还对我大打出手,我怎么可能会伤得这么严重呢? 你们一家人真是太过分了,居然这样对我的女儿。 我女儿从小到大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,没想到才嫁到你们家一个月就被小叔子打上住院了。 无论如何,今天这件事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 对,我要去告他,还要让他去吃牢饭。 这种人不配生活在这个社会。 我呸,你们竟然敢送我去吃牢饭?你们试试,我绝对让你们余生不得安宁。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小儿子一下试试,我一定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 这是要怪就只能怪你女儿平时太娇生惯养了。 不过轻轻碰撞一下就伤得这么严重,话又说回来,你女儿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? 说话声音洪亮,什么事都没有,还赖在医院不走,装病给谁看呢? 你们给我闭嘴,天底下就没有你们这样厚颜无耻的人。 我女儿好心收留你们,你们竟然不懂得知恩图报,还处处刁难折磨他。 像你们这样的家庭,我女儿不会再留下,等我女儿出院了就和牛仔离婚。 我又不是下大的,也老是拿离婚吓唬我,我大儿子一表人才,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主动投怀送报呢。 如果不是你女儿纠缠着我大儿子,我的儿子才不会娶她吗? 牛仔得知小丽受伤住院后,急忙赶了过来。 我的好儿子,你可终于来了,你丈母娘他们欺负我,你赶紧帮妈收拾他们。 妈,你快别说了,这件事本来就是你和弟弟的错,是你们趁我不在家就欺负我老婆。 如果不是我老婆好心收留弟弟,她现在就流落截头了,你们不感谢我老婆就算了, 竟然还这样对她,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了? 大哥,麻烦你搞清楚再说话,我可没有欺负大嫂,是她在诬陷我,你赶紧帮我出这口恶气。 够了,你们听好了,小丽和她父母也是我的家人,弟弟,你这次犯这么大的错事,必须向我老婆道歉,恳求我老婆的原谅,否则的话,别怪我翻脸不认人,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牛仔,我以为你会帮我们呢,原来你就是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混账东西,他可是你的亲弟弟,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要把他赶出去,我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。 够了,都别吵了,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婆婆和小叔子,我也绝对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的,等我出院了,我就和我父母一起回娘家住,再也不回来爱你们的眼。 老婆,真是对不起,这一切都是我的错,是我没有照顾好你,让你在家里受尽了委屈,我求求你不要走好吗?我是真的离不开你。 牛仔,对不起,你们一家人,真是太可怕了,我真是受够了这样的日子,如果我再不走,那下次说不定连命都没了。 当初我也是看你妈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孤苦伶仃的,所以才好心把她接过来一起住,还有你弟弟也是,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不忍心她流落街头,所以才让她在咱家住。 但是我真是没有想到,她竟然给我带来这么大的伤害,还有你妈经常和邻居吵架,有的时候还闹到了派出所,让我来收拾残局。 还有你弟弟更是变本加厉对我打骂,让我天天伺候他们,这一个月来,他们都不把我当作人来看,这样的我真的已经受够了。 大哥,这个臭女人胡说八道呢,你不要听清她的话,像你这种儿媳妇都不懂伺候我,还有那些讨人厌的邻居看不惯我过得好,老是来门口骂我,要不然我会和你们吵架吗? 这只能怪你们不懂事,看不惯我过得好。 那你倒是说说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,你天天就像包租婆一样,手里拿着牛仔的工资卡,还有你自己的退休工资,每个月还管我要钱花,可是我呢? 我承担着家里的全部开销,还包揽了家里全部家务活,你们却每天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趟,只等着我来收拾家务,这样也就算了。 你们竟然还对我做的饭菜挑三拣四,我如果做的饭菜不合你们的胃口,二话不说就动手打我。 这样的日子我一分钟都不想过了,必须马上离婚。 梁晓丽,我告诉你,你既然嫁到我家,我就是你的婆婆,你们养我那是天经地义的,还有,你的钱就是我的钱,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的,我儿子娶你回来,就是让你孝顺我的,不是让你来当大爷的。 说话要讲良心,自从我嫁过来就一心一意地照顾你,可是你们凭什么动手打我呢?这才是我无法忍受的事。 那是你活该,谁让你不听话,我让你出点钱给你小叔子还钱有什么不对的?你难道不知道长嫂如母吗? 你帮帮她怎么了? 你这个老太婆真是太不要脸了,你自己的小儿子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务正业,连自己老婆孩子都养不起,最终被赶出家门。 如果不是我女儿的善良收留,她早就流落街头了,你们居然还到达一耙,真是无耻至极。 女儿跟他们这样不讲理的人说再多也是无用的,赶紧把婚离了跟我回家。 你少拿离婚吓唬我,你以为我会害怕吗? 我告诉你,今天他们离婚了,明天我就给我儿子找个更好的漂亮老婆。 妈,我求求你了,你能不能别再说了,这么好的儿媳妇你怎么就不知道知足呢? 当初我结婚的时候,为了家庭和睦,所以她同意把工资卡交给你管。 甚至她还为了能够好好地照顾你,把自己大好的发展机会放弃了。 她为了给你们做合着你们胃口的菜,还偷偷地在网上学习怎么做饭, 可是你们却因为她的善良,以为她好欺负,总是欺负她。 现在你们居然还把她打住院了,你们这一次触碰了我的底线, 从今天起,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,以后咱们不再有任何来往了。 你和弟弟赶紧从我家里搬出去吧,从此以后不要再踏进我家半步。 最终,小叔子由于欠钱太多无力偿还,只能去吃牢饭, 而婆婆被赶出家门后无人照顾,过着流浪的生活。